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在網上看到有人分享這張圖 應該是一個Instagram 有一個人說原來奧偶是可以插隊的 他說5-1排隊吃奧偶 突然有個男人帶著兩個小妹妹走到前面 他說3個人可不可以安排一下 聲音挺熟 抬頭一看 咦 中陣圖來了 但當時安排坐位的伙計就離開了 他好像對空氣說話 不過奧偶也沒有當空氣 很快就安排他進去 那隻言下之意 是否有人有特權可以插隊呢 首先 直接說吧 肯定是有的 這些基本上是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即是你一個有頭有面的人 即是不限於明星 可能你是一個很偉大的政治人物等等 其實是一定有的 基本上不關奧偶偶的事 你做飲食其實一定有這些 因為有很多因素 因為你本來那人是很有名的 在街上排隊 即是在外面排隊 那你會引起一個騷動 引起騷動 很多人找他合照 即是造成困擾 即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姜B排奧偶的話 天下大亂 你整條不從街 不用走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 他可能是沒有說明 大家不成文的規矩 你去任何食屎都是 而實際上 可能你看照片 就不覺得 其實中鎮濤已經是71歲 71歲都可以算是一個老人的年紀 我相信 一般來說 就算那個不是中鎮濤 即是如果你是跟一個老人 其實在奧偶來說 你跟那個排位 基本上他都可以讓你優先入座 很大機會可以 以我所知 所以就不要被中鎮濤這個樣子 就騙到 他也是一個阿伯 你竟然是一個阿叔 是一個老人家 你想想 正常71歲的 那些白了頭 甚至是白擔拐拐掌 那些 只不過不知為何他保持得那麼好 我自己做奧偶的時候 中鎮濤也有吃過一次 他應該也是帶一個妹妹仔 他的女兒來 一起吃 他當時坐 他又不是坐在隱蔽的位置 一般來說 因為通常有些明星 都會安排坐在26號桌 或者6號桌 即是最入的 但他就不是 他那次應該是坐在9號桌 如果沒有記錯 即是近這個打可的位 跟女兒這樣吃吃吃吃 吃完就走 都幾個禮貌 都不該前不該後 其實我自己做奧偶期間 都已經見過幾個明星 即是說大家熟悉的 例如有這個 石斯曼 鄭梓誠 鄭梓誠 鄭梓誠又是成家來的 好像帶不去丹麥的兒子 他不是成家 他帶了兒子 還有一個朋友 然後還有什麼 吳葉坤 吳葉坤 跟男生朋友來 然後就是 阮禽丹 阮禽丹子 阮禽丹 阮禽丹的樣子 都比較老了很多 基本上全部明星都很斯文 然後接近我還看到麥明子 麥明子 麥明太是結婚 臨成結婚前 只有她的 uncheck 大份 麥明史 整個 XDD 但是真人也是非常瘦 因為很小的 不過是他們 二個成名 跟你很大分 奧偶其實是一個經常會有明星來的地方 其實已經見慣不怪了 說回今天的主題就是 其實是否可以不用排隊呢? 其實我跟他說大部份都是 你越出名的明星越不用 如果大佬說真的,四大天王來到 難道你叫他排外嗎? 不會的,你想也知道 加上其實這些食屎是私人經營的 奧偶,他們又不是公營又不用吃 基本上他真的可以不做你生意 最近很Hit的就是刀剎臉 說家譜是我的,我喜歡怎樣? 雖然他這樣說是浪禮一點,但這是事實 你不強,你可以不去 這個也是你的自由 但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確實是可以 有權讓誰進就讓誰進 當然你可以不強,你可以屌尺 你應該當面罵他 為何他有特權 其實我也想看看大佬的AC怎麼回事 我當然知道誰 我那次也說過 我都未見過有這個情況 如果當面罵他為何可以插隊 他會怎樣插隊 我不知道 但理論上 其實我想說 他們的確是有權讓任何人優先入座 這些沒得說 如果你下節想插隊 你就紅過他 你說我是11萬訂閱的Youtuber 我用不需要排隊 除非你在外面排隊期間引起很大騷動 很多粉絲跟我合照 影響到街上 可能就說你先進去吧 你先進去吧 就是這樣 說真的 還有 奧偶排隊很快 你們排過都知道 他就算排到街口轉角 即是藥房的位置 在奧偶排和其他店鋪排的龍的速度 其實差很遠 其實排一排就沒所謂了 今天想跟大家說 其實就不需要那麼驚訝 其實中鎮圖都算是一個明星 你喜歡他也好 你不喜歡他也好 你都會認識他 加上最重要的 其實他也是一個伯父 他70多歲了 其實如果你配合你和你媽媽爸爸吃的那些 你和公公、爺爺 總之你帶著老人 其實你都可以和門口的哥哥說 老人家不能排隊 可不可以讓我們快點進去 我們很快走 其實正常來說都OK 很多人覺得奧偶的員工好像鬼神 其實沒什麼 你照跟他說 一般來說 他不會故意吵咬你 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是上班 我自己覺得 那就是這樣 今天和大家純粹說話 有這麼多 我們下次見 拜拜